第一次进入主播间的学姐 可以先练起来感知自己身体的变化 然后呢 觉得自己的身体 身体通过这个练习 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超级敏感性 有线条感的 就赶紧练起来 没有晚到 只有没有开始 开始绝对不会让你错过 你了解自己身体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世界原来才刚刚崭新的到 才发现未知的自己 来向前 哎呦 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手要从前面啊 从中间穿过来 然后握在另外一边啊 你握右脚握在左手上 然后我们前擦地 前擦地之后呢 我们做这个动作 先单独转 转完之后呢 双腿膝盖曲 做我们的 双腿膝盖曲 然后转得紧一点 然后抬起25度 哎不对不对 是点在地上 做膝盖的曲转 曲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根弹力带 不是把你给挡住了吗 挡住了之后 你要让自己的膝盖 跟这个弹力带 产生一个对抗的挤啊 就是往后挡 你要让自己的胯跟 把自己的弹力带给拉长 找到这个胯跟的炫开 如果你觉得 主力腿膝盖曲 这不舒服啊 你就站着 站着去 就是找到胯跟 不断的打开你的弹力带 找到胯跟的转口啊 来 跟着我一起 我们做一组单一的转跨 和屈膝的转口 找到胯跟的一个灵活度 用产力带 当阻力去完成它 然后准备公平打一 进入我们前腿 胯跟的旋转 前腿胯跟旋转 我们学姐们 在线下课上课的 总是听老师说 脚腕去推啊 脚腕推是对的 但是不太适合 入门的学姐 为什么不适合 入门的学姐 为什么脚腕推 会膝盖受伤 是因为你们的膝盖骨 还没有伸直 因为你们膝盖骨 没有学会伸直之后 你的膝盖骨周围的肌肉 不够力量不够能力 它就无法保护膝盖 所以当你的脚腕 死命的去推的时候 就会产生膝盖的磨损了 所以入门的学姐 关注胯跟的转开 更多一点点啊 来准备 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激活它 激活它之后呢 然后再努力的 把你的膝盖周围的肌肉练好 哎 腿脚腕就没问题了 前先单独绷直膝盖去旋转 你要感觉你的绑在小腿按 你是拉这个弹力带放长 让它放长 所以要转紧一点 就会感觉到有个阻力 你的脚要往远伸 好 蹲 感觉膝盖骨张开 脚尖就点在那 膝盖把自己的弹带往远放 然后回正 你感受到打开的时候 臀肌再使劲 感受到内侧 哎 有骨力量往外推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你用你的手 同边的手 打开内侧再回正 打开内侧再回正 推一把也是有用的啊 推一把它 你要感受到内侧和胯跟 是同时运作 由于你大腿的根部 再转 你的大腿内侧 它就会有力量 再用力 咱们这个动作多做啊 最后 五 六 七 八 好 打开之后双腿伸直 然后最后 绷直膝盖做一做 看看你的胯跟 有没有灵活一点点 最后 七 打 八 好 手 来 换一个脚 拉紧 拽得紧一点 这个不能拽根部 要拽得更深一点点 也有可能我这根弹弹用久了 如果实实在觉得不够啊 把两根 两根 两根一起弄 两根缠绕 这个已经有三十六 绑对入门的学姐够了 不能太重 太重也不好 太重的话 你会那个 用肌肉绝块的力量去完成 走 前擦地 先绷直膝盖转抖 你要感觉现在绑在小腿肚子上嘛 你胯转之后你感觉小腿肚子在做什么 好 你不要先想着脚腕 你想小腿肚子在动 哎 这个力量一绑上弹一半之后会很明显的 继续 然后在转的时候你的屁股不要给人家弄 都是屁股在哪 这个屁股都能帮你手扶口卡在自己的胯根 让自己的整个手卡住的地方感受它的在动态啊 然后你感受到你的屁股根在收放 走蹲 先打开膝盖 和 和回正啊 不要和回扣了啊 回正 你看这个胯横线这里不动 只有这扇门在打开 你可以用你的手打开内侧 推它一把 推它一把 更能找到自己的胯根的一个开度 和自己屁股根后侧的开度 一开始靠你自己打开可能找不到啊 所以用你的手臂去推 轴可以夹着身体 你的手就可以少用点筋 更容易找到支撑力 脚尖立在地上 不要移动 好 伸直 在原地做几个 看一下你的胯根的转开度 有没有灵活一点点 最后两个 最后一个 打开 收回 放松 工品档完成 接下来我们的伸展组合 站好之后下巴转 搭回 搭转 然后收下巴 伸展组合是我们的一个内骨以上的腰部的平原的旋转啊 然后公平打一直接进入我们的伸展组合 先是前旁后画两圈 然后反面 下一组动作 旁腰 倒到三位手旁腰 经过胸腰 旁腰 回到前腰 提起来 然后下一个动作 前 完整的 旁 都是在三位手上 后 打 旁 松 然后做一次脚腕 左右轮换 做四次 四次做完之后 收 然后反面 然后再双手 画一个圈 经过前打收 然后立半脚筋 松手 松掉 好 来我们公平打完成 进入我们的伸展组合 伸展组合不用想特别多 唯一你要记住的是 你的肋骨以下是直立 无论身体怎么画 你千万不要用你的腰去 跨去推 一定是下半身是直立的 所以你的内侧是加紧的 膝盖骨收紧 皮肤根是高柱的 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 本质的状态 然后让你的身体 带着你的胸腰 经过正前 正旁 正后的状态 好 来准备 酒肝 包住 手轻轻地扶住把肝 肩膀压住 眼睛平视 下巴 带着紧固直立的旋转 然后要注意那眼睛 收下巴 回正 微微扬 吐口气 注意前面我讲的下半身的直立 千万不要扭下 咬牵 连关 反面 往上仰的时候 吸口气 到展 挨 到手指尖 眼睛往上看到彩虹 到旁腰 到胸腰 中正尾 眼睛到旁腰 眼睛看指尖 吐气 腕皮 看到一朵花了没有 伸展 大的向上跑股线 胸腰 注意指尖额头的直径 抛开 往胸 整个平原的 走 前 旁 后 注意头的方向 旁 松 立 推脚背 脚腕要干净 左右斜条 反面 三位手从前开始对准直线 就保持这个角度 用腰部去移动 大 立 推 立 推 脚腕要干净和快啊 然后双手 然后双手 吸口气 环抱 往眼睛往下 胸腰往上看 再看下 吐气 双脚崩直 展而上身 松手 松手的时候 让人再拔得高一点 裹起来像个花苞一样反面 扬起来 展开 松 肩头压住 脊椎往上 手指尖往上的时候 再往上拎拎 让我消息 非常好 来 风银档完成 第一次进入直播间的学姐 喜欢跟着一起练习的话 记得点心心加入粉丝团 点亮灯盘 让老师看到你 然后进入更练群 左上角的黑头像 点进去进入我的主页 就可以叫V 然后不知道怎么加的 进入主页 之后跟我打招呼 看我的回复 要等待一下 下午的时候 看我回复 然后加我V 我拉你进入更练群 加我V是关键 好 来 记得更练的学姐 一定要先加入粉丝团 点亮灯牌 为什么呢 因为加入粉丝团 就是有颗星星 在你的名字前面 数字里面会升级 升级到二级的时候 等会中间的优雅的组合 讲解 都是送给二级的学姐 以上的学姐 那三六九 十一十三集的时候 你就可以收获老师 录制的舞蹈组合的视频了 而且在教学口里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学会一个舞蹈组合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把 跟最后一个练习 半脚尖 一 二 三 四 欢迎 紫月学姐 前面的学姐 我刚刚跳太快 我都没有看到 非常抱歉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 立半脚尖 推脚后跟 前面有单独练习的 对不对 然后 落下脚后跟 擦地 二位脚 好 来 公平打一 我们准备开始 练习我们的半脚尖 那我们半脚尖 在把杆上的时候 就要开始注意 我们的重心了 所以你不要 你觉得你扶着把杆 你就一来把杆 整个人就这样撑着 或者是这样都不对 你要指尖是 轻轻搭在把杆上 你所有的重心 都有点 微向前 额头找中心的感觉 而且你要保持 你的眼睛 在练习过程当中 都平时向前看 这个习惯啊 不要一坐就往下 到时候你坐转的时候 你再练习前面 你的眼睛 已经不配合了 所以我们的眼睛 现在习惯性向前看 来准备 开始我们把杆 最后一个组合 我们前面练了 那么多单一的力量练习 就是为了灯化 我们中间优雅的屋 准备 加油 最后一个把杆练习 有根加紧 肩膀压住 感觉还有弹力 在绑着你的腿啊 如果你感觉不到 就能断 绑着你的腿 立 走 拎住 落脚后跟 起起停 这个过程当中 肩头和脚掌 都是往下钻的 其余的力量 都是往上往 啊 整个上下对抗的力量 要维持住 来 第二组动作 立 二 脚腕 顶 膝盖对准脚尖 脚掌 顶住地面 顶住脚腕 就是练习你的脚腕的成立 你的脚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收紧 走落 擦地 二位 走 立 啊 过程当中你的囤肌一直是收紧 那 臀肌收紧是为了你转胯 也不是练胯的能力 而是维持你的一个开度 这个开膀直立 是我们练习的主轴线啊 它都是建立在你的肌肉 是不是可以线长的一个根底 所以 你一定要先把这几个点 融在身体里面 再去想更细腻的要求 张开丝干 走脚掌 推地 整个脊椎 继续拎 对脚背 收 呼吸 跳下 那我们把肝完成 风银把完成 进入中间优雅的小温